简单讲这个国防授权法 就是要压着台湾自己出钱 去打一场美国需要的战争 乌克兰就是个血淋淋的例子 台湾眼看着也要步上后尘 再演一遍 美国当局还有台湾清美的政治领导人 正在将台湾五花大榜地 推上历史的舞台 要演一出乌克兰现在正在上演的 战争大戏 轻痛仇快的烂剧本 我们人民要配合演出吗 大家好 我是高金素媒 Jewas Ali 12月21号 美国总统拜登 他签署通过了 2023年度的财政拨款法案 三天之后 拜登他又签署通过了 国防授权法案 这一次拜登签署的国防授权法 虽然编了一笔给台湾的100亿 无偿军援的项目 但是因为这项授权法案的签署 是在年度的财政拨款法之后 所以这一笔无偿军援只有项目 却不拨钱 美国既然和台湾的关系坚弱磐石 为什么不对台湾拨钱呢 我认为乌克兰是一个关键 因为支援乌克兰 美国军火库的存量是越来越紧张 为了不要围挤美国自身的防卫力量 美国在台湾改用地区应变军备库 让特约的军火厂商为了军备库 长期生产武器还有炮弹 这个地区军备库会分布在哪里 还不知道 但是生产线美国显然已经着手安排了 连要借给台湾买军备的钱都准备好了 台湾从此就成为美国对抗中国大陆 名副其实的火药库 这一次拜登签署的国防授权法里面提到了 要将给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待遇 能够优先取得美方超额防卫物资 就这么刚好 乌克兰也曾经让美国分别在2014年 还有2019年给过这种待遇 而美国这一次给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待遇 也正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2003年 2003年美国总统布希 他同意给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待遇之后的不久 美国海军就对当时的民进党政府提出了6108亿的军购案 台湾和乌克兰一样 盟友待遇都被美国政府宣布过两次 但是并没有落实 反而是超额防卫物资的天价军购这一项 台湾人民的印象确实非常的深刻 除了这个盟友待遇之外 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还提到 美国政府要台湾参加他所组织的联合军事演习 这个联合军演的项目 乌克兰在黑海就参加了好几次 但是尽管如此 乌克兰当局并没有能够换得美国 还有欧盟各国并肩作战的意愿 所以联合军演并不等于是共同防御的承诺 简单讲 这个国防授权法就是要压着台湾自己出钱 去打一场美国需要的战争 为什么说是美国压着打这一仗呢 因为乌克兰就是个血淋淋的例子 今年初 当俄乌双方都在为和平做最后努力的时候 只有美国 他们一再扬言战争必定发生 最后战争果然发生了 因为乌克兰军队最终的指挥权 并不在泽伦斯基的手上 而是牢牢地掌握在美国的手里 美国为什么能够像太上皇一样 掌握乌克兰的一切呢 按照美国助理国务卿扭兰他的说法 美国从1991年到2014年间 已经投资乌克兰的民主50亿美元 而从2014年策划政变到2022年 俄乌冲突的前夕 美国又继续投入了40亿美元 在这三十几年里面 美国的国务院还有民主基金会 透过金元补助 协助军事训练 派员进驻乌克兰政府等等的方式 牢牢地把持着乌克兰的政治 现在按照乌克兰走过的政治弯路的剧本 台湾眼看着也要步上后程 再演一遍 美国民主基金会相关团体的办公室 在2020年其实就已经进驻台湾了 美国政府制作主张把联邦官员派进中华民国的政府部门 立法院还有私人机构服务的所谓台湾学人计划 已经写进了这一次的国防授权法案之中 兵役已经延长 美军要来训练 备战正在进行 加上台湾亲美的政府领导人准备无缝接轨的接受 美国政权的摆布 如果放任这么样理应外合的勾结 遭殃的只有台湾的基层人民百姓 最后关于兵役延长一年这件事情 12月27号 蔡英文已经宣布了 不管这项政策宣布的怎么样的庄严热烈 我们只要拿乌克兰过去 十个月的动员情况来对照 对我们基层人民大众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的2月5号 俄乌冲突的第二天 泽伦斯基他就发布了总动员令 2022年的5月 乌克兰国会将乌克兰的戒严令 还有动员令延长了90天 2022年的7月 乌克兰国防部决定从10月开始 进一步的征调所有化学 生物还有电信专业人员登记来服务 2022年的8月 乌克兰国会又将戒严令 还有动员令延长到11月21号 9月 乌克兰副部长安娜·马尔雅尔他说 妇女登记服兵役的最后期限 被延后到2023年的10月1号 而今年的5月底 根据泽伦斯基他说 乌克兰已经有70万人参战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他在5月他也说 政府希望征召100万的人入伍 除了现役 乌克兰征兵的第一波是40岁以下的退役军人 第二波是3月15号开始 对象是2014年以前服过兵役或者是志愿役的人 第三波4月8号 动员的是军事院校的毕业生 恶物冲突到了10月底 已经进行了至少6波的征兵 征兵的年龄已经放宽到60岁 但这些都只是不完全的统计 乌克兰连番的征兵证明了 这10个月来乌克兰士兵死伤惨重 这已经不仅仅只是兵役长短的问题 而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问题 从最近这一年的发展轨迹看来 美国当局还有台湾清美的政治领导人 正在将台湾五花大榜地推上历史的舞台 要演一出乌克兰现在正在上演的战争大戏 明明是一部以灵为祸 轻痛愁快的烂剧本 我们人民要配合演出吗 我真的非常的担忧 全世界都在预测 明年的全球经济会非常的惨淡 甚至还会爆发经济危机 统治者们正在盘算着拿着战争来图立军火商 转移危机 难道我们基层人民就应该壮烈陪葬吗 没有别的化解战争还有危机的方法吗 我不相信 众人食材火焰高 两岸的和平方案一定会从人民的智慧中诞生的 让我们加油